黄毅潭与黄毅清离婚后惨犷,曾极度害怕和恐慌,长时间失眠掉头发滚到号娱乐新闻哥兰太尔儿乱。 黄毅清 一时黄毅清被网友骂得体无完夫渣男的称号一直伴随着他,不过后来黄毅清不知道从哪里唠叨情报说黄毅是先背叛家庭和自己的,并且删除了黄毅在香港私会富商的照片,一时让网友很惊讶,兜兜转转的黄毅清和前妻黄毅的婚姻闹剧一直没有停息,最近黄毅在一档节目中又站出来说起了当初与黄毅清, 黄毅离离婚后的状况。 黄毅在这档节目中说到与黄毅清的失败婚姻,他说家庭变故给他很大的打击,让自己极度的害怕和恐慌,如果不是自己爸爸的安慰,很难从离婚后的生活中走出来,当时离婚纠纷闹得这么大,各种负面的新闻接踵而至。 事业也饱受打击,广告都被索赔各遍,那段时间自己失眠掉头发,白天不敢出门不敢看网上关于自己的消息。 甚至都切断了和朋友的联系,最后终于走出来了,他告诫女性朋友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婚姻也不是命运的归宿,无论经历什么都不能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娱乐圈的婚姻一直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女明星嫁给富二代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黄义清目前还没找下家,但是前妻黄义已经被爆出有下家了,都说女人离婚再嫁根本不难,但是男人就有问题,不过好在黄义清还是有一定财力的,所以再找个比黄义好的并不难。 黄义清最新的微博显示有人提问,提问大哥,您会和黄义复合吗?您怎么看待负婚这件事? 黄义清做出了回答,不过是以付费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想知道他怎么回复这个问题的可以去微博围观一下他的答复,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两人复合是能理解的,但是目前为止黄义心里一直对黄义清有很深的仇恨感,所以他俩到底能不能复合? 我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离婚后的生活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有一段很难忘的痛苦期,所以黄义在节目上讲述了离婚后的生活状况是很让人怜惜的,婚姻是未成,能不能在围城中生活好,这样看夫妻双方的用心经营,因为婚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不论你贫穷富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